今天我们看一下下有关于巴黎铁塔的一些冷知识 所以一些fun facts 那巴黎铁塔可能是我这个年代比较老的称呼 那好像现在大家都叫他爱飞塔 我觉得也很棒 这个比较像他真实的名字 然后听起来感觉浪漫一点点爱飞塔 那他的英文就叫做 Eiffel Tower Eiffel Tower 所以其实不是叫巴黎铁塔 不是叫什么Paris Tower No 他叫做Eiffel Tower 来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有些什么有趣的冷知识 所以他在1889年完成的 那他是一个反正就是 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的一个建筑物 那撑了41年 到后来才在1930年被克莱斯勒 就美国一个车厂叫Chrysler 你大概知道 所以在纽约盖了一台这个Chrysler Building 才把他的高度干掉 我们第一点用英文念一下 The Eiffel Tower was completed on March 31st, 1889 1889年盖出来的 And was the world's tallest man-made structure for 41 years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 Chrysler Building In New York City in 1930 所以1930年才在纽约的这个Chrysler Building 把他干掉 第二点 他总共干了两年多 那这个比他另外一个 就是巴黎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上的建筑物 少了180年 连这个也要比 来英文读一下 Construction of the Eiffel Tower Took two years, two months and five days 所以两年两个月又五天 逗典后 Which was a 180 years fewer 这边好像多了一个呃 这个字大概是嘴子 可能答错了 So which was 180 years fewer than Paris's other great attraction Notre Dame 所以另外一个圣母院 刚刚就讲了 Notre Dame OK 这个发音很奇怪 No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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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e 总之圣母院啦 好像前一阵子 还是几年前 还发生过火災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但总之他比圣母院盖的时间少了180年 所以圣母院盖了那么久 我都不知道 好 Anyway 所以Eiffel Tower很快 第三点 本来他只是要撑在那边20年 就站立在那里20年 然后就要把它拆掉了 但是因为他有功能 所以他们让他继续留在那里 So the Eiffel Tower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stand for 20 years before being dismantled 所以这里有个字叫做dismantle 也就是把什么东西给拆卸掉之类的 OK Dismantle 那他用的是被动 所以本来只要 只能让他在那里待20年 就要被拆掉 被dismantle However It was used as a wireless telegraph transmitter which allowed it to stay 好 所以然而他有被当成是一个无线的电报的发送点 这样子 发送机 那电报这个字 telegraph 可能很多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年轻年的朋友 那以前还没有网记网路 所以当然也没有email 也没有手机可以传简讯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要传一个东西给你的国外的亲友的话 那你就要去邮局发一个电报给他 那邮局跟邮局之间是能够用电报来传递讯息的 那总之这个东西在当时就是非常非常贵 这样子 OK 所以那个电报是用字数来算的 所以你就不要 写很长的东西 那电报快 你说那为什么不写信就好了 我要写信航空信 或者用船运送的话 你可能至少要一个礼拜甚至更久 但电报的话至少就是很快这样子 所以以前这个东西叫做telegraph 但现在有人电报我知道那个app 没错有一个app叫电报 我们师傅就叫他电报去 那是什么之类的 有的人会在上面做生意或干嘛的 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但总之这个他用了同一个字 他的确叫telegraph OK 或者叫telegram 我是不是有记错 但总之这个telegram 那同一个东西啦 其实 好 好anyway 下一段 那这个tower 他讲到这个名字 他好像叫做Gustav 我不太会念一些这些名字 所以他好像用他的名字来说的 Gustav Eiffel The engineer and architect behind the Eiffel Tower was also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 Panama Canal 所以盖艾菲塔的这个家伙 他其实也有负责去盖巴拿马运河 而巴拿马运河就是一个彻底的灾难 直到美国把巴拿马运河接过去盖 然后1914年开通了才成功了就是 所以这里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家伙 搞定了Eiffel Tower 可是却搞砸了巴拿马运河 大概是这个概念 我们把这边用英文念一下 所以 He was the engineer and architect behind the Eiffel Tower was also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 Panama Canal 所以这个Canal就是运河 Canal 也不是只有运河的意思 像据我了解 我们那个牙医啊 他们有那个什么根管治疗 抽神经 根管治疗 那个就叫做Root Canal 所以Canal就是通道 简单的说 甚至耳朵有耳道 你知道吧 耳道就叫做Ear Canal Canal就是这概念 这样子 好 所以He was also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 Panama Canal which ended up being a complete disaster 所以巴拿马运河整个烂掉了 The US took over the project in 1904 and opened the canal in 1914 所以美国1904年把Canal拿回去盖 然后盖到了2014年盖好了这样子 好下面第五点 这有点不太懂 我觉得背后一定有很棒的故事 只是这里没写 总之有一个人叫做Victor Lustig 那他干嘛呢 他竟然用诈骗的方式 把艾菲塔当成废铁卖给了别人 而且卖了两次 会跟他买的人 我就不懂为什么会被骗到 但总之他一定是说服人家 他有艾菲塔的出售权 然后他还真的把艾菲塔给卖掉了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一定很精彩 只是我这里没看到 或许改天可以找一找 So Victor Lustig was a con artist 所以这个诈骗者 我们甚至愿意称他为艺术家 所以con这个字其实就是 就是骗人啦 诈骗 con 那加一个artist So he was a con artist who sold the Eiffel Tower for scrap metal 所以scrap metal 就是废物金这样子 所以他把它当成废铁来卖 on two separate occasions 总共卖了两次 应该听起来是都成功了这样子 how anyway 所以这很酷 来第六点 第六点 这个是跟二战有关系 So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所以那时候 其实的确法国 或者你讲到巴黎 是有被德国给占领过的 The Towers lift cables were cut 所以在德国占领的时间 的这段期间呢 他的电梯的缆线 是被切掉了 然后就不对外开放了 不对公共公众开放了 So the Towers lift cables were cut and the tower closed to the public yes 所以这边有一个小文法的部分 就是B动词 后面的被省掉 因为他会期待你理解 他两句话都是有B动词的 而且都是被动的 所以他就会把后面这个省掉 这在文法中是OK的事情 所以你要能看得出来 他的B动词被省了 OK 再读一次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The Towers lift cables were cut and the tower closed to the public 就这样 and the tower was closed to the public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后来他们试着要 在他的巴黎铁塔的顶端 就好像圣诞树的顶端一样 他们想挂一个纳粹的标志 标志 那个字 其实我知道好像跟佛教的万字有点像 只是方向不同 但总之 德国纳粹的那一个 叫做swastika 这边有这个字 OK swastika 好 所以这边说 Nazi soldiers Nazi就纳粹 Nazi soldiers then attempted to attach a swastika to the top 所以把一个swastika挂在上面 but it was so large it blew away 但太大 结果就被风吹走 and had to be replaced with a smaller one 所以那就换了另外 小一点的一颗这样子 所以这蛮有趣的 第七点 There are a total of 1665 steps 虽然总共有1665阶的阶梯 你可以爬上去 但大部分人都大电梯 Most people take the lift to the top 所以lift这个字 是电梯 应该没问题 好 然后在天气冷一点的时候 这个巴黎提塔是会缩水的 它会缩大概6英寸 So during cold weather The tower shrinks about 6 inches 这也听听就好了 那今天 它每年会吸引700万个游客 So today The Eiffel Tower attracts nearly 7 million visitors a year which makes it the second most visited paid for monument in the world 所以它就成为了 世界上第二多人造访的 而且是需要付钱的 的一个纪念碑 这样子 那我就很好奇 第一名是谁 所以可能可以找一下 但现在就先算了 OK So the second most visited paid for monument 所以它强调一下 这是paid for 也就是会需要付钱的 OK 所以这里面的英文 我们就不解释 但你就把它吸收下去 我再读一下这个句子 Today The Eiffel Tower attracts nearly 7 million visitors a year which makes it the second most visited paid for monument in the world 好 最后一点 第十点 它每七年要重新油漆一次 而它会需要60吨的油漆 才能够重新漆一次 The Eiffel Tower gets repainted every 7 years which requires 60 tons of paint of paint 这个讲的有点发音 有点不是很标准 但无所谓 来就这样子 60 tons of paint 好 所以这边有这个照片 有看出来说 慢慢怎么样盖起来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 现在来看 是个满美的建筑物 我觉得 那我没去过 希望有生之年 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去 好anyway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